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请问一下 有关的台商、侨民、侨委会要负责 外交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着力点 跟委员报告 这个纾困的部分 确实我们现在是还在处于开始注意的阶段 因为在这个之前是疫情的变化 所以对于防疫的部分 我们透过外馆去跟侨界 跟学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现在渐渐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开始 关于经济的回复的部分 所以我们外交部也会告诉外馆 特别针对于各地的侨商 或者是台商会 能够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针对这个部分开始来收集他们的 了解他们的状况 好 我这边给市长说一个巴拉圭桥商 给我的办公室回应的 因为现在在巴拉圭 我要问一下 有没有我们国家的银行在那边开设 目前没有 很多国家都有 我们有一个资料 这些国家由我们国家的银行 在那边开分行 因此侨民就得以在那边申请纾困 或者各种贷款 在巴拉圭没有 那他们就求助无门 除了侨委会给予的帮助 大家申请贷款有很大的困难 请问外交部在这方面 能不能给予协助 跟委员办公室来研究一下 了解 我想这可能不是只有外交部本身 因为这是当地的所谓贷款纾困的安排 我们来跟侨委会还有相关的方位来研究一下 把这个资料收集起来 所有外交事务应该是你们整合 包含经济部 国贸局 都有外派在那边 包含国防部 这个本席都知道 但是是你们外交部应该去整合 那我现在在这里质询 是反应巴拉圭桥商 多次跟我的反应 请你们能够尽快处理 那么另外再问一个小问题 请问巴西代表 是不是六月份也要回国 巴西的代表 因为现在我们得到海外桥社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这是从海外桥社回来的讯息 能不能回答 他认满还没有到 他不到两年就要回来了 是不是不太符合外交部外派的这种规矩 这是一个正常的轮替的地动的安排 正常的 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按照你们正常作业规定 我们驻外的馆长的部分 本身倒没有特定说一定有一个什么任期 好 本席只是提出来 希望你们了解一下 因为桥界很关心这件事 那么我请卫福部次长一起上来 跟外交部也有关 请何次长 我想第一个我先问 在5月7号 我上一次咨询问了外交部部长 有关侨民需要的公卫咨询线上看诊 外交部给我回复了一个公文 那么我在5月7号执行卫福部 卫福部表示这个方面没有问题 我希望两个部会你今天都在这 针对海外侨民有关疫情的 公卫咨询或者线上看诊 本席当然知道它有一些 不同国家医疗的规矩 但是两个部会如果都没问题 希望尽快协调出一个方式 让海外的侨民 可以得到我们国家防疫 这么成功的公卫咨询 或者线上看诊 请为两位次长可不可以做得到 跟委员说明一下 目前这个案子 其实乔委会现在整个在会诊 那我们有相当多的 还有其他一些顾虑要去把它解决 包括我的了解是好像 像这种跨海跨国境的这个医疗看诊 这可能卫福部比较了解 好 涉及到医疗的 我想这是牵涉到不同国家医疗政策 但是乔民的需要 我希望你们几个部会 要能尽快有所回应 好不好 那这是乔民的本席代表他们 来跟你们报告 希望能够照顾他们 最后再给我一点时间 汉光演习 7月份 美军观摩团会来 我在前几天也咨询了国防部 我要请卫福部 当然跟外交部也有一点关系 要不要自主管理 他们从美国各种不同的地方 美军的地方来到台湾 要不要做14天的管理 自主管理是在饭店还是在营区 疫情中心对国防部 对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指导 跟委员说明 如果是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用语 不是主要居家检疫 是要把它固定一个地方 所以按照现在的规定 外来的都是要做居家检疫14天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个案 它可以拟定计划之后 来指挥中心做讨论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国防部 到最后他会提出一个 我希望市长不能在最后了 盘石建的经验就在眼前 那么美国现在 还是不是一个严重的疫区 还在做境外管制 卫福部市长 你要明确回答 目前是对于境外的人是有管制 但是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的整个计划人员是多少进来 在什么条件之下进来 然后多久的时间 好 捷审时间 我想提醒就是 站在你的职权 这次提早跟国防部协调清楚 不要再造成 韩石建的这种经验了 那么最后问一句话 美军已经正式下令 五角大下令 曾经染疫的人 不得已参与美军 就不可以参军了 请问这个卫福部的角色跟立场 你们应该给国防部提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因为有易南 他曾经敢染疫了 他在问 那我到底要不要当兵 或者我很想从军 我到底可不可以 政府的政策在哪里 请卫福部就防疫的角度 跟国防部取得协调 公租于是可以吗 好 好 谢谢